是誰一直傳訊息給你 從剛剛就一直吹吹吹吹到現在 思維啦 喔 經紀人喔 歡迎各位來到本週的馬克信箱 嗨 我是馬克 我是瑪莉 今天第一封信來自於台中的JECS 因為之前呢 佑佳在現實動態分享了他來上節目 所以他就發現了馬克信箱 最近我在思考愛情的事情喔 我單身22年母胎單身 還好啦 可是你說還好 我身旁的朋友都有男友了 我覺得他們走入愛情之後 變得不像自己 讓我害怕愛情 你管別人啊 中邪嗎 你管自己吧 朋友愛麗絲 原本是一個獨立樂觀有想法的女生 有了男友之後 漸漸變得軟弱 忍受男友的 我猜很善氣耶 脾氣 還卻配合男友的規矩 到了後期愛麗絲忍了很久 終於跟男友大吵一架 結果 怎樣 男友發現 喔 好像要被愛麗絲分手囉 嗯嗯嗯 然後個性大改 變得體貼 那很好啊 可是可是我就覺得 欸你想想看喔 為什麼談個戀愛這麼委屈啊 這麼一點點小事 不就是男友應該做的嗎 你怎麼可以讓愛麗絲擔心這麼久 哇你還是不要談戀愛比較好 有點可怕欸 你看單身是不是比較好 你就不用被制約 不用被約束 愛情真的有值得讓一個人這樣討入嗎 嗯 這也是一種想法啦 但如果你談幾段感情 然後跟不同人磨合磨合的話 其實是有機會 可以讓你變成一個更好的人的 因為現在你就是很自我中心啊 就很像一個2歲到9歲的孩子吧 那是2歲還有9歲啊 2到9歲啊 2到9歲的孩子 他沒有辦法感知到世界上其他人 就是無法換位思考 他的世界就是以自己為中心這樣子 啊我2月的時候 被朋友硬推下載交友軟體 我發現了很多好有趣的人喔 我最特別的是遇到一個沒有放大頭照的男生 他常常跟我分享他的人生故事 他經歷了好多事情喔 讓我覺得好驚訝好有趣喔 到底是什麼 可能是因為我就像溫氏的花朵 安穩的長大 所以我變得好喜歡跟他聊天喔 雖然不知道會不會有進一步的發展 畢竟我們也沒有曖昧的跡象 可是我真的太喜歡聽他分享他的故事了 希望你也到新的時候我們有好的發展 PS要怎麼跟男生曖昧啊 手到勤來 是曖昧 要怎麼曖昧 沒有我只是說 你對於其他經驗值比較高的男生來說 你就是手到勤來 真的耶 尤其你又說你是一個安穩講大溫氏花朵的人 一點點小浪可能就會讓你覺得你就被吸過去了 暈 但是跟他在一起以後就是吸引他很簡單 但是跟他在一起之後會蠻痛苦的 我自己覺得我猜想我猜想 我的腦補 你們還沒有跟我說要怎麼跟男生曖昧 早安 無安 晚安 不能用這種 睡覺囉 宅男語氣吧 欸 欸 曖昧很難 不就是問問問問問問候嗎 請鬼拿藥單啊 我知道 曖昧就是你 你不能每次都是句點偶爾是問題 是讓他可以繼續跟你互動 這是一種啊 然後要 就讓他假裝會太過分了 就是要散發出一點有點崇拜對方的感覺 覺得對方好棒棒 其實還好 如果覺得還好的話 其實你就不需要跟他經營曖昧線啦 你現在講的已經是有點暗黑的 就是我想要收工具人 所以其實覺得還好 我還是要就是釋放一種 那我們不應該推廣這件事情 可是如果那是他很興奮的分享他的事情 你說男生很興奮的分享他的事情 你看我這次我今天打寶雲球分數 破我人生紀錄87分 就是類似這種要怎麼回 敷衍一下就好啊 怎麼敷 教我 小柔教我 你就是回個貼圖啊 哈哈 You're awesome 唉唷 偷偷置入自己的貼圖啊 哈哈 那如果真正要對喜歡的人釋放曖昧訊息的話 小時候那一招就是 你有沒有喜歡的人啊 就是這種啊 就是他會把他聊到 會帶到比較 就會把話題帶到比較聊 愛情 對 感情 然後理想對象 你問這個幹嘛 理想型 對啊 然後就會開始 你丟這個球就會讓 你有沒有想要寫進 死亡筆記本裡面的人啊 哈哈哈哈 這個就不曖昧 這個就很不曖昧 這不行是不是 對啊 就是你的問題會讓對方在他的腦海中 浮現你 浮現一些涟漪 會想說 嗯 他問我這個問題 是為什麼呢 其實你要想想看 你是怎麼樣被撩撥的 什麼東西對你有用 那可能對很多人也是同樣的方式啦 嗯 其實說出來就是換位思考啊 嗯嗯嗯 這一邊有一封非常新的明信片 是2021 6月8號的幽牧 他在澳洲念書 5月的時候去了 昆士蘭的聖林群島度假 明信片像是白色的天堂沙灘 那裡的景色就像明信片 一模一樣非常美麗 好藍喔 好綠喔 好白 很藍很綠很白 沒錯吧 OK 不是在講台灣的政治 很推薦來這個小島 裡面沒有紅啊 唉唷 唉唷 很推薦來這個小島度假 希望疫情可以快快過去 喔接到了澳洲明信片 就讓我想到 我要認真的在馬克星上節目當中 拜託聽眾朋友們 訂閱分享 留肺炎這件事情 因為最近YouTube有一個員工 算是一個輔導員的角色吧 就是來幫助上班可以聽這個頻道成長 那我們每一兩個禮拜可能會視訊開會一次 所以他就會提醒我要做這些事情 那我們做馬克星上做這麼久 我們真的就超級佛心了 可能只有一開始的時候會是說要訂閱要幹嘛 可是做到後面好像就完全都沒有提訂閱這件事情 各位訂閱訂閱留言留言 對對對對對 那為什麼澳洲這個會提醒我 是因為一個澳洲的觀看人 可以抵掉大概三到四個台灣的觀看人 為什麼 因為就是澳洲的廣告主比較願意去砸廣告費 所以澳洲的CPM 美國跟澳洲CPM都是台灣的可能三四倍吧 所以如果你是在澳洲的聽眾 歡迎你把馬克星上分享給你在澳洲的朋友吧 或是你是在美國的聽眾 歡迎你把馬克星上分享給你在美國的朋友吧 感恩感恩 歡迎大家留肺炎 如果你真的肺炎也不知道留什麼的話 你就現在隨便打一段浮在你腦海中的歌詞也好 哎呦 刻在你心裡的歌詞 這封信來自於宜蘭23歲的BBQ BBBBBBQ 我開門見山的說 我覺得我現在同時喜歡兩個男生 一個是我交往已經兩年多的男友 一個是認識不久的男生 叫他劉先生好了 我認識劉先生是因為工作上的關係很健談 我覺得他講話油腔滑掉 愛開玩笑也很直接 愛逗我撩我 知道我有男友之後也沒有特別疏遠 一副皮皮的樣子 有一天他請我幫他手機充電 因為連接充電 螢幕就會噹噹亮一下嘛 我就發現他的鎖定畫面是跟女友的合照 我心裡想 你有女友了 還亂撩女孩子 渣男嘛 所以之後他說什麼稱讚我的話 我都白眼回應他 可是相處時間越來越久 聊的內容也變多了 從工作聊聊家庭個性 也聊到他過去的感情還有價值觀 那他個性又直接不管他抹角 所以聊天很自在啊 甚至我們可以大方的聊性 他也會跟我說他跟女友的感情狀況 我得到的資訊是他不愛了 但女友是控制狂 手機定位要開 不在家人在外面的話要視訊 要錄影 要拍照來證明身旁沒有女生 這真的很傻 我看過很多男生啦 就是他都可以做出他看起來像一個人啦 真的你們醒醒 哼哼哼哼哼哼哼之類的 然後要男友接送啊 吵架就哭鬧 反正呢 他的女友有很多的怪招 聽劉先生講這些 我毫不留情的罵他 你渣男耶 也一直灌輸他正直的作為是什麼 你老師喔 嗯 但劉先生也不知道怎麼提分手 而且他們又同居 所以想說能拖盡量拖 灌輸你正確的知識 跟劉先生交了朋友 其實改變了我一個想法 當一個人有男女朋友的前提下 還是有交友空間的 只要不越界就可以 那我跟他也是正常來往哦 我常跟他抱怨工作的琐事 手到勤來 你啦 我說你啦 劉先生要對你出招 你就是手到勤來 真的欸 這個就是很會曖昧的 剛剛那個應該可以學起來 除了他時不時會開玩笑問我說 如果以後我們都單身的話 可以在一起 這個也是 他向對方的腦海中 丟下這顆石頭 喚起對方 對於我們有共有的未來的想像 直到某一天 我就告訴他 你不要因為我們太常聊天 就喜歡上我 劉先生的回答是 放心啦 我又不是小男生 我又不是處男 更何況我已經喜歡了 喔 訊息跳出來的時候 原本我想要直接罵他的 但他又傳了下一句 是認真的 我就覺得有點詭異欸 你回這個就不對啊 回什麼回什麼 因為他已經手到勤來 他一定是回那種 是是是朋友的喜歡 還是同事的喜歡 哈哈哈哈 哇這種就是曖昧 這真的很曖昧 哇 而且你給這兩個選項都很怪 這兩個選項很不錯啊 是同事的喜歡 還是朋友的喜歡 但當然不是啊 不是朋友也不是同事啊 是想把你鋪倒那種喜歡 幹你就是劉先生啊 他說男女的喜歡 劉先生的告白 不像是有目的性 好像就是告知我的感覺 可能知道我有男友 所以也沒有想要搶走我的行動 被劉先生告白之後 我就 腦海裡都有他 不是啊 我想知道 他是不是真心喜歡我 還是隨口說說的 隨口說說啦 於是就約出來見面 他確實有更貼心的舉動 可是就是有一種 更小心翼翼的感覺 我也真的有那麼一秒鐘心動囉 接著好幾個夜晚我都睡不著 腦海中一直出現那個 心動心動心動的畫面 魂不守舍 手到勤來 這是本舊的標題嗎 劉先生的機車車聲比一般的還要低沉 所以走在路上聽到相似的 我就一開始不安 呼吸 這個是 非洲大切禧是不是 我就有點呼吸困難 我覺得我這一步走錯了 是朋友的喜歡 還是同事的喜歡 後來我們還是見面聊天 已經沒有人會主動提起他告白的事情 一直到某天我們都休假去了他家 沒有做任何事其實什麼都沒做 有一次他還幫我拉近懷裡說 不好意思啊 你的頭髮好香喔 身上味道好好聞喔 劉先生身上會有淡淡的煙草味 不是我喜歡的 他跟我理想做的那個人真的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我這一步真的走錯了 我們接吻又做愛 不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不好不好 手到勤來啦 但我齁 哇這很像是一個 標準的教科書習題 就是一開始被手到勤來 然後你開始見見上他勾 然後真的上勾之後 不會承認自己去劣勢 自我辯解 對你要做出的反擊 我就好像鐵了信一樣要豁出去 儘管我發現自己愛想他了 可是我到最後 一定要當那個最瀟灑的人 我不想當投入最多感情的那一個人 我這段時間問過自己很多次 好幾次就覺得 我只是被沖昏了頭而已嘛 但時間久了 我又一直都在想他 我都期待我們下次見面 就算是一起在沙發上看電視都好 慢慢的會開始想念他身上的味道 但令我最疑惑的是 我還是很愛我男友啊 這是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的事情 我現在非常痛苦 因為我覺得 我自己都無法原諒我自己 我覺得我無法克制對劉先生的情感 今天寫信的今天 我又覺得 因為人有時候覺得自己好 都覺得不好 現在我覺得 我好像可以看淡我跟劉先生的關係 所以我趁現在提筆寫信給你們 謝謝有馬克信翔 讓我聽到很多人的故事 讓我知道其實 我不孤單 不曉得信念出來的時候 我變成怎麼樣呢 可是我希望我不要再一個人 滿是悲傷的寫信給你們了 付上台幣123元 123到台灣 台灣有做阿里山 阿里山上有神木 是他家的門牌號碼 蛤123喔 劉先生家的門牌號碼 從頭到尾 男友大概出現了兩次 好慘 好慘啊 可是我還是很愛我男友啊 好慘的男友啊 所以我很痛苦嗎 我不知道跟誰講 唉 第二馬克馬力 我是剛從研究所苦海畢業的 Iko我國二聽青春點點喔 我國二那一年有call in進去喔 是過年特別節目 你們寫了歌詞中有年字的九宮格 讓聽眾打電話唱 看誰先Bingo 十年之前我不認識你 他call in唱了羅大佑的童年 得到了馬克馬力 哇 完全沒想要這首欸 什麼跟他反應是一樣的 後來在打電話進去的時候 是我考大學的那一年 當時想要考政大廣電 也想要成為廣播人 那通電話被馬力誇獎聲音很好聽 我好滿足喔 然後在我接通電話之後 有一個男生call in進去 也說他的志願是政大廣電 對不起啦 我沒考上 如果你還有聽到的話 也就寫封信來吧 那通電話是2011年打的 現在還能找到2011的錄音檔嗎 Iko剛從政大傳播所畢業 也算是圓了當年的夢 現在正在痛苦的求職階段 希望聽到這封信的時候 已經順利找到人生的理想工作囉 這是2020年3月3號 他生日時候的來信 I don't wanna need you now I don't wanna need you now 歸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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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一次一口吃啊 你瘋了啊 你是不是瘋了啊 滿滿的淀粉味 好爽啊 我們有請青春黨主席歐馬克發言 青春黨聽起來就好遜喔 青春黨聽起來真的超爛的耶 誰要投給青春黨啊 那我們歡迎 這根很煩 信黨黨主席歐馬克 信黨啊 信黨啊 馬克的信鄉 信黨 喔 這個信啊 相信的信 不然欸 請相信我 本週的感謝救世主時間啊 R.R. 李米逆 他說快變爆米了 爆是爆炸的爆 爆米是什麼 快要爆炸的意思嗎 快要爆掉的意思嗎 快變爆米花了嗎 爆米香 捧咪香 不然沒有其他爆米啦 貓貓說 財物漏水的水龍頭 我發現很多 但我鎖不起來 怎麼可能 你第一個 如果真的是財物漏水的話 第一個要鎖的就是 救世主 對 你先退出救世主吧 你一個月就省下很多錢了耶 不是 那個水龍頭對我來說很重要 法基因 法基因在希望你念 I don't need to know 夏日夜夜夜你的頭髮 喔喔喔喔 哈哈 誰聽得懂 有他有年 有你你 喔喔喔喔喔 炎夏日你的頭皮 有有門 有你你 法基因的戰隊 完全超鹹價格啊 我說超的太多了 還是有點我的味道在裡面 你的味道很濃啊 非常濃啊 你的味道濃嗎 法基因夏日油級戰隊裡 和破破破一級 破你的頭皮問題 請搜尋法基因 各位這個油級戰隊的油 就是你那個頭皮 很油啊 油你的油 吼吼吼的油 吼吼吼吼吼 台北的二七三龍 搜尋二七三龍咖啡 瞭解外送資訊 謝謝馬杏舊事主們 謝謝前道的桑園阿強 CJS 消費者基金會 还有不知道还活不活着的 蔡维瑞 马克 玛丽 你们好 我是头咖鸡 头咖鸡 是日文 但是我不知道头咖鸡是什么 这一次我要分享的是 第一次外宿时遇到特别的邻居的故事 故事开始咯 模仿围腾 这是他自己说的 这是他自己说的 好 到台南以后 唯一在身边可以有照应的朋友 就是苦摸 因此我们在学校附近 走路五分钟的地方 租了乡邻的两间套房 虽然价格偏贵 但却是我们搭了五个半小时的 自强号到台南 找了两天之后最好的房子 我们决定协调家父母想说 好 先住一年 但这一年让我留下了阴影 嗯 白痴喔 我们租房的示意图 我们租房的地方呢 就是我跟苦摸的房间旁边 其实还住着一个热情的大姐 她的口音不像台湾人 我们刚到新家没多久 大姐就塞给我们一人一个超乡的周边 我比较常待在宿舍 所以常跟大姐接触 有时候啊 她都会想要喂食我 但我都会礼貌说 不用了不用了 毕竟我觉得她就是一个 邻居就是一个陌生人啊 有的时候大姐会要我帮她一些忙 然后送我东西 反正她就是很爱跟人家交流啦 相安无需八个月 大姐开始会在我回家的路上 拦住我吐苦水 比如说抱怨什么阿姨办事没效率啊 然后什么 有些怪阿姨为了省电 都拔洗衣机擦头等等之类的 嗯 洗衣机擦头 就他们会有个阿姨来打扫这样 他觉得阿姨都会拔擦头 不是啊 我觉得拔擦头很ok啊 直到去年五月 半夜两三点我还没睡 我在看YouTube影片 突然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 这时候我心里有点心虚啊 想说哎呀是不是我太吵了 要被抗议 我偷看了一下猫眼确认 嗯不是苦吗 思考了三十秒 我还是开门了 开门后的一个反应是 你谁啊 脸盲如我大概思考了一分钟 才发现是没绑头发 没戴眼镜的大姐 她一言不发 眼睛湿润的看着我 我就友善的说 嗯 怎么了吗 大姐停顿了几秒说 我失眠了 我想说跟我屁事啊 那我还是友善的问她说 那你还好吗 大姐又停了几秒说 我有东西借你 你可以还我吗 我就心里想说 我没有跟你借过东西啊 我就说 大姐你应该没借过我东西吧 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大姐不说话 只是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看 大概一到两分钟 我被看得越来越毛 所以我压着我的门 生怕她随时会冲进来 但大姐什么都没说 就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留下满头问号的我 嗯 隔天到了该洗衣服的日子 有鉴于前一晚 我觉得有点害怕遇到她 我想说 嗯下去丢下去洗 马上回房间应该还好吧 又听到热水气的声音 代表她应该一时出不来 我就马上冲出门 丢一幅 头前按钮 这个时候又听到激动的开门声 还有咚咚咚咚咚的脚步声 原来是大姐冲出来挡住我回房的路 重点是她全裸 我一个反射用洗衣篮挡在我们之间 我就想要确保安全 她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洗衣篮 我冷静的想 刹赛我要怎么脱身 她就开口了 问你一个问题 我就说 什么问题你无问啊 她眼睛瞪得很大很大 停顿好几秒 她问我说 你相信木还是... 听不懂的 后面我真的听不懂 可是很期待 她满脸都期待我回应她 我就说 木吧 她不发异语 木是什么啊 木头的木 就是木跟什么 听不懂 她不发异语盯着我 我就觉得太可怕了 我就说 我想回去了 所以她中邪吗 I don't know 她停了几秒 突然一个大动作放开洗衣篮 并指着回房的走廊 我就快步回房 我在焦虑 待会我要 我要怎么去拿我的衣服啊 刚好苦摸正好回家 就陪我去拿衣服 我们就发现 大姐不在 而且房门大开 洗衣机的插头 居然被拔下来了 趁她不在 我快速的重洗衣物 然后我就一直在想说 她这样临时跑出来 她到底有没有穿衣服啊 而且还又不是第一次跑出去了 隔天我焦虑到睡不着 我不想再被骚扰 决定搜证报案 请示房东 可以调监视器 我就说 阿姨 那个C房那个大姐 这几天状态异常 我想报案 房东说 C房 没住人啊 我就说 Oh my God 他被急发凉 阿姨就说 你是不是说第一房啊 我就想了一下 啊对啊 嚇人吧 哎呦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房东都说 那个大姐她在医院啦 我就没有问她细节 反正就是 大概ending是那个人离婚之后 心里过不去 又有一些精神疾病 然后可能最近又有压力 让她爆发了 她就是暂时生病 可是我觉得对她有些抱歉 因为就算她出院后 我还是一直害怕着她 总躲着她 她也有试图想要再向我搭话 可是我始终再也没有开门去搭理她 在这边呢 斗内 疫情期间 省下的点心费200元给你们 嗨马可玛丽 我是泰苍 不知不觉养成了 只要心情不好 或是有点忧郁的时候 就会提笔写信给你们的习惯 形成了另类的欧老师生命专线了 谢谢你们 谢谢点友 目前进入了研究所第二个学期 原本想说经过一学期的磨练 我应该可以好好适应研究生的作息了 结果 哭太久了吧 我先去 靠北到底是谁啊 就你的APS约你档期 你又不回人家 不是啦 是你的开团啦 哦 泰苍呢 在学校有一个打工 可是又到校外去投了另外的履历 要去找另外的打工 他说为什么要打工 是因为上研究所之后 跑道转变过大 导致适应不良 每周的paper没有一次读完 在讨论课的时候 看到其他同学 对原文paper的论点侃侃而谈 自己却没有足够的语会 可以一起交流 教授只要用英文授课 我就完全听不懂 加上我跟男友是同一个学校的 看到男友在学业跟跳舞上的游刃有余 都让我挫败感很大 我跟男友都是热武社的 我还比他早接触跳舞 但现在来到这个新城市之后 我们一起去征选了舞团 他上了 我没有 我觉得这件事带给我的冲击大道 我现在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我怎么不会跳舞 反正只要男友去练舞 我躺在家里 我就会感到巨大的空虚 书也读不好 舞也跳不好 我就想说 不如去赚点钱吧 至少忙碌 让我没有时间胡思乱想 这一步就是超级错的啊 但是好像这是很多人直觉会 马上选择的方式 先潜满自己 他战或逃 我不能先逃吗 这个是逃吗 就是我转生 我不要看到这个问题在这边啊 分享我今天看到一句话 未来可能应该会 放在我的IG吧 或是出了时候 我已经放上去了 忙碌也是一种懒惰 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忙碌 只是懒得思考 跟去做一些无差别的行动 可是如果经验 才能让人家感受到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 因为如果是真的就是 想要逃避事情 然后把生活塞得很满之后 你才能回头看 更能体验 就是那个时候原来 你的心情是这样转换的 所以就让他经历一次吧 因为如果是学校 让你觉得非常的挫折 然后老师讲课 你都听不懂的话 那可能就像你说的嘛 因为刚刚你选的就是战或逃 你选的是逃 但好像应该是 直接跟他对战会比较 不会造成后面的结果 他后面发生什么事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了 一开始到了新环境 是非常开心的 他在大创打工 学习那些什么收银机啊 补货啊 填表单啊 key资料 我都非常高兴 就这样过了一月跟二月 然后到了三月开学 我才突然意识到 啊 我没有时间读书 因为他现在等于是有两份打工嘛 学校打工 加上外面大创的打工 不光是读书 就连休息的时间也几乎没有 然后他就贴了一个 他的班表跟他的课表给我看 那一开始呢 他就想说 我就继续再踹踹看吧 但今天 持续了两周之后 我的身体抗议了 过去就有失眠跟焦虑病史的我 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 下不了床 我一起床就全身僵硬 肩颈酸痛又沉重 好像重训一整天一样 好重 好无力 好痛 我就打电话给学校打工请假 下午的课 也请同学帮我请假 我就睡了过去 醒来以后还是好痛 还是好痛 然后我就试图写一封信给你们 昨天我已经向店长请辞了 预计做到四月底 店长非常体谅我 他没有任何刁难 就答应我的请辞 在这三个月里 我对这份工作没有不满 所以要离开的时候 真的有点不舍 如果可以 我也希望可以做久一点 但今天的经验 让我深刻体会到过老死离我好近 总之希望大家赚钱的同时 也要顾身心理的健康啊 来自于肩颈被依旧酸痛的研究生 太藏 在我们录音的今天呢 刚好看到了阿滴说 他得了忧郁症这件事情 然后怎么样从忧郁走出来 看了阿滴的 看了志祺七七的 就是这种心理疾病 真的会造成生理上面 就生理跟心理 他其实都会有一些征兆啦 对啊 然后在生理上面其实就是一开始是睡不好睡不着 然后接下来可能真的会什么 换气换不过来 然后看东西变得很慢 反应也变慢 然后严重也是 对肌肉酸痛 蛮恐怖的 大家要好好地注意一下自己的身心啦 你最近睡得好睡得着吗 欸还行 可以可以可以 在我在发疯之前我想应该 大家会先从马克信箱 听出一些端倪 对对对对对 对会不会Sunney有办法帮你说疯子修成大家想像中的欧马克 啥 为你一直以为你有传递出一些讯息 但是都被Sunney塞过 就下次 وال 嗯這個不太對我先把它剪掉好了 所以大家聽到都是正常的 然後有一天他就發瘋了 不會那像桑尼應該會傳訊息告訴我說 馬克你最近好嗎 他可能在編輯的時候為你禱告啊 但你都不知道 希望可以保有他的靈魂 算了他已經救不回來了 撒旦帶他走吧 為你禱告 我是藍綠色奶油 我跟你說啊 我的高中啊 在新豐鄉西所人稱軍事化教育的學校 學校有一些特別的活動喔 像是你有一個禮拜可以穿便服去學校 你也可以懶頭髮 你還可以帶自己的寵物到學校 這個活動就是這個禮拜 你想做everything都可以 哇 有一個禮拜我想做什麼都可以 但不能侵犯到別人啦 所以那個禮拜都是我媽媽去上課也可以 那個那就是別人啦 是你自己 我的思想被禁錮了 我無法想像出我那個要幹嘛 我每天都要打英雄聯盟 我頂多在學校煮火鍋吃而已 也很不錯啊 第二個特別的活動就是你要當學校的工人一週 這一週你都不用上課 可是呢你就是要打掃校園啦 幫學校割草 然後你還要當學校的大門警衛 有一次啊我在幫忙一個山東老師推那個砂石推車的時候 因為車真的太重了 我就不小心噴出了一點砂石 山東老師大罵 豬腦袋給我推好 但車真的太重了 我就不小心鬆手了 那個車 從山上一路滾到山下 空氣凝結 我跟山東老師對看三秒 他瘋狂罵我豬腦袋 豬腦袋 我就被罰做工兩天 然後啊我跟我高中初戀 就是我們是高一的同班同學 高一下的時候我們會分文理組 有一次我重感冒請假在家裡休息的時候 我的初戀用了當時最流行的FB問我 還好嗎 這是我活了16年第一次被關心 我們開始就會用FB聊天 在學校變得特別好 然後有一次我們在教室裡面布置滿天星的時候 有一顆星星跳下來打到他的頭 然後他就把那個星星送給我 我就被他可愛的外表還有溫柔的個性電到了 然後然後我就被告白了 可是這是我第一次談戀愛啊 很多事情我都不懂 有一天他就問我說 欸藍綠色奶油 如果別的男生陪我走回家你覺得可以嗎 你是阿翰嗎 我的內心出現了兩個答案 各位各位 這打電動 女主角發文AB要選哪一個 我的內心A 當然不行 你是我的 B 如果我沒辦法陪你 就麻煩他陪你 可是我不希望 當下我覺得 藍綠色奶油 你你你你 應該要當個娟子 所以我就選了B B按下去 結果咧 他對我冷淡我失戀了 他常常說我像個木頭 這就是我初年的故事 快10年了 當時的我不懂愛情 可是我很喜歡這個回憶 現在我已經有女朋友了 想用這封信記錄一下我的故事 抖內50元 欸馬克 如果別的男生陪我走回家可以嗎 不行啊 你說啥 那你問屁啊 可柔學姐 嗨我是阿飛 第二封信啊 上一封是2020的五六月 一直沒有聽到 那個時候我是丟油桶 想說可能記丟了 我就改記掛號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才回到三月 但掛號的確提早來到我們手上了 離職開始全職自由接案之後呢 你們就成為我工作的標配 有時候我邊工作邊聽 躺在沙發上的先生也會一邊打遊戲邊聽 在同一個地方笑出來的時候 會有很溫馨的感覺 他也常常問我說 信被念到了沒 信被念到了沒 最近呢 買了二手的歐有點點點要一起看 說好等這波疫情過後呢 要一起參加我們的活動 隨興呢附上了我的作品 一直想要畫得完整一點 在忙完婚禮辦完家之後 終於有時間了 這本小小的作品 是在描繪生活中各種形式的光 或許是一個期待一個盼望 內心的熱情 或是和某個人心靈相通的瞬間 一點一點照亮生活裡的荒蕪 其中有一篇是跟馬克性相有關的喔 就是一隻鳥人 閒著發光的碎片的那一篇 某段回憶 某種情緒 某個時空 在書寫的過程 變成一片片的生活碎片 念出來後 變成網路世界裡 一個近乎永存的記憶 沿著這些記號 我們會重溫青春 或是找到方法越過悲傷 因為接案收入不太穩定 我有在一家飾品店打工 但這幾個禮拜因為疫情 老闆沒有辦法開店 我也就沒有工作了 人生好難喔 天啊 救不了窮DJ 但多了時間 可以投馬克性相的封面 風格呢 跟前面的作品差很多 但都是我畫的唷 我把這次的圖印成了小卡 希望馬克馬力可以寫一些咚咚給我 該不會 你的回信就會寫咚咚吧 最後要宣傳一下自己的Instagram 阿菲Workroom 名字是阿菲漫漫菲 上面都會放我畫的圖跟插畫商品唷 謝謝你們 咚咚 大家好 我們是高家老菜脯 對我們來說 十年以上才是真正的老菜脯 懂嗎 大豆永久子說 我認為想要的東西 就要自己爭取 そうですね 嗯嗯嗯嗨嗨嗯嗯嗨 小羊姐姐問大家多久沒有好好打扮了呢 IG請搜尋 JUMIN底線YANG JUMIN底線YANG 人類三十六號 每天練習感恩三件小事 願我們都在生活中找到平靜跟美好 實得私處網路商城 好吃 不得了 湯頭濃郁肉大塊 七月消費滿八九九免運喔 上網搜尋 實得私處網路商城 實是實權實美的實 得是得意的得 workshop fifteen three 五三裁縫 工作方 AKA大道成 新世代 真車行 即日起到九月二八前來電試用日本 JUKI平車機 就有機會用八千元購買價值三萬二的新世代機種 臉書搜尋 workshop 53 私訊詢問 現審 兩萬四無痛升級 喔 青春頂點點 青春… 青春點… 這夠 我是最爱蛋卷冰淇淋的台北小叮当 哇这封信非常非常的新 那因为新冠肺炎 这个乐趣破坏者的出现 几乎所有双子座都被迫取消庆生活动 所以我生日很难得待在家跟爸妈切蛋糕 朴实无华的庆祝完之后 我就回到自己的房间 这个时候呢 Tinder刚好跳出有新的配对 Tinder是这样吗 你说声音啊 我的app全部都没有开通知之后不知道 然后刚好就是A传讯息过来 他就说你的生日过了吗 这是在我们相互打招呼后 他丢过来的第一个话题 我就想说怎么没头没尾的这样问 后来才发现原来再不到两个小时 就是他的生日了 又是一个双子兽星 总之从那一开始我们就持续聊天 有天呢我们就聊到了网路爱情诈骗 我就顺势推坑了马克信箱 没想到听了片段的A就说 好我要写信给他们 那个内容是写给你的哦 火速他在隔天就去邮局把信寄出去了 所以我们还没有念到A 我也想对A的行为给出回应 所以我就写了这封信 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推开他成功 不晓得A会不会持续听马克信箱 可是在这边我想跟A说 我很喜欢每天睡前讲电话 让我觉得今天一天有好好的过完 手到擒来 虽然我跟马克一样是推崇 速速约见面派 觉得喜不喜欢看一眼就能决定 但现在又是因为三级警戒 不方便见面 突然觉得这样慢慢的生活好像也不错 我很开心你在我的生活突然变得混乱的时候出现 虽然我们都只是闲聊 讲一些对生活没有帮助的话 但我想只要有你在就足以让我安定 谢谢马克玛丽念完我的信 希望下一次再写信来 或许能跟A一起 手到擒来 我这里有两封很新的明信片 一封是5月31号 一封是7月都是今年的 淤青公主 我是6月有打趣哥哥妹妹有意思 跟同事做低成本马祖型的淤青公主 第一次玩超真实++9 我自己印出国机票 也不是国啦 就是自己印机票 一起假装坐飞机 吃飞机餐 和同事一起假装为大丘岛上的路 假装萤火晚会 用垃圾带加灯泡 假装染眼泪 最重要是结束旅程 寄信给马克姓湘 假装是从马祖寄去的 真的耶 那你哪来的这个马祖照片啊 这不是他比如说当肉印出来的 还是什么的 这是当天他们印出来 然后他们真的穿比基尼耶 是不是 我就说他们穿得很夸张啊 他们用塑胶袋做出海耶 他们在海里面就是洋泳跟浮潜耶 诶诶诶 诶诶 着迷哦 这比基尼很棒耶 这不是比基尼啊 就这个泳装很棒耶 超级挖背 背是一个大叉叉 哦很性感耶 不得了 另外这个五月底的好久不见 疫情来的又急又猛 瘦了五公斤 正准备跟你们报告的时候 就被COVID-19强势绑架走了 前两周呢都在医院执勤超过14个小时 周六也要来半天加班 希望可以好好休一天假 睡饱睡满 每天在包检体的粒子的粒 你觉得你敢搓那个鼻子快筛吗 不敢 对啊 我不敢 我不敢 那个真的很可怕 经历一次就不想再经历第二次 那是很大的阴影 那你是阳性还是阴性 我是一条线 要生小孩啦 一条线生小孩啊 我也不知道 两个不懂 那边尬聊一段 我还有一封叫做贝 我在台南的一间纺织工厂参观 我只想要向宇宙下订单 我要脱单 真是简洁 这封信来自于贝同事推坑的 Zena 这封信就是要写给推我坑的同事 他来公司四年了 今年就要离开很舍不得 谢谢你让我有机会认识马克信箱 居家上班真的好适合听哦 谢谢你们还有这群好同事 斗内我最爱喝的天人民茶100元 我另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马克信箱的周四正片 我们把它缩成剩50分钟 让大家觉得怎么样 为什么 我只是一个想法 那你要提出你的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下面 下面哪个下面一大包 原因啊 我的原因就是 你要做这个事情的那个 初衷是不是 干股啊 干股是什么 就是核心啊 因为我觉得好像人的注意力差不多就是40分钟50分钟 就像我们小学一节课是40分钟 国中以后一节课是50分钟 是一样的道理啊 然后现在我们从后台看马克信箱的收听 平均啦 听到20几分钟就关掉了 平均 那是因为我上班只要20分钟就到了啊 我就先按暂停啊 我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想这件事情嘛 开个投票好了 好啊 我是今年即将奔三的A 今年过了一半 经历一些让我低落的事情 今年初我跟交往两年多的男友分手了 她是我母胎单身28年的第一任男友 交往期间有些小争执 偶尔啦不算吵架 她最后都会拉下面子哄我道歉 她不浪漫不特别过节日 但在一起外出的时候会包办一切物质上的一切 她也很包容我没有抱怨过我 我明白她很爱我 虽然交往 干嘛 有点太浓咯 越来越浓是不是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 我越来越帮她加一点氛围 已经好像真的发展出一个语言了 虽然交往了两年多 但我觉得彼此就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她从事的工作和我作息完全相反 期间见面的频率可能一两个月一次 见面就吃个饭 回家或一起过夜 由于彼此都不是常用通讯软体联络的个性 可能因此觉得更陌生吧 在交往前我就已经知道她的工作跟志愿 也可能会离开台湾好几个月 也试着想过是不是可以接受 由于自己的个性不喜欢太黏 认为自己我有办法接受 虽然想跟实际上还是有落差 加上彼此对事情的观念和价值观有点落差 最后我选择了分手 分手的初期 在听歌或戏剧中 碰到有相同的情境的时候 还是会默默滴下泪水 虽然滴落 但也不至于悲伤 另一件事是分手后 很快的出现一名追求者 他是和我相差11岁的弟弟 哇塞 H 又是H 跟H认识了一年左右 也没有很常联络 偶尔打招呼而已 今年聚餐第一次见面后 他就热络跟我聊天联系 第一次见面 他就很快表明他喜欢我 我很婉转的回他说 我们差了11岁耶 他就就悠悠的回我说 差11岁还好吧 那晚他偷偷亲了我 对不起 怎样 弟弟偷偷亲我怎样啊 不是 我觉得刚刚那个画面就是 很有想像的空间 你的画面是什么 不是就是那个怕怕怕 就是弟弟跟我告白 我跟他说 你想我11岁 小时又怎么样 他亲了我 就是很有那个快速的节奏感 第二次和第三次见面 我们发生了关系 走到秦雷 当下我又再一次的确认问 我是男的 你真的确定吗 他是男生哦 所以这是男男就对了 我刚刚一直以为你是女生 你用那个腔调是 没有人有任何的性向想象了 哦是哦 你就是矿石 从后面开始 差不多快两个月 我开始认真思考跟他的可能 不时我会开始跟他分享 我的考量 但同性交往后 将会面对到的困难跟社会处境 虽然他并没有正面回应 有渐渐感受到他开始减少讯息的回应 不再主动分享他的生活跟心情 第四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把我之前拿给他的物品 让我带回家了 明目上面是说学期结束 他返家会没有地方放 但再怎么笨也知道 他是想要断离 跟我有关的物品 当下的我也没说破 回家之后呢 他就是开始明显的躲着我了 后来我也跟他摊牌了 这两件失恋的事情下来 思绪涌上 花了四五天才整理好自己的情绪 我还是依然会对爱情 保持憧憬的态度 总会碰到彼此契合的人 最后弱弱跟大家说 喜欢爱你的 不会让你等等 虽然把前男友跟H做比较很不好 但相比起来 前男友在认识的第三周的时候 被我询问关系的时候 就直接回了 我们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这封信来自于2021年的6月29号 即将分散的A 贡献了 压百元 所以我这次拿反了 才会都是新的信 这个太非堂 谢谢你 因为他说这次的donate 就献给我加入会员咯 赞 刚刚是男男 我们这边是女女 在这之前呢 我是跟男生在一起 直到去年跟他越来越近 之后才发现 我对他有好感 我们就交往了 但交往后发现了一些 我难以接受的地方 比如说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有三位就是前女友 对于不会跟前任联络的我来说 很难接受 也会没有安全感 马克玛丽你们可以接受 或是怎么跟对方沟通吗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 同性方面 我是没有什么接触啦 那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会不太一样 他跟前女友们 有过三人一起出国 或两人一起出游 我光是用想的觉得好怪喔 因为你可能还是用异性恋的想法 在想他们吧 你就会觉得 如果今天就是我跟我的情人 然后单独出国 那一定是Q炮的啊 但也许在同性的世界不是这样 我不知道啊 可是他们本来就交往过啊 他们可能还是会Q啊 对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前任也知道 我有些care 所以也没有打算介绍彼此 认识或是出去玩就揪我 他会说 我这个朋友很怕生会尴尬啦 可是我觉得反而很莫名啊 你迟迟不让我认识 前任的朋友 然后他也对我的朋友 很不感兴趣 邀过他来我朋友的聚会 他都会以 我不想耶 就拒绝 在一起几个月当中 我就发现太多价值观的落差 然后他又有点忧郁 可是抗拒找工作的状态之下 我觉得很难走下去 那就赶快分啊 就分手了 然后刚好我在分手后 很迷惘的时候 就听到 玛丽说 不要勉强自己在瀑布下面休息 我想 我在2021的上半年 终于离开瀑布了 很赞啊 谢谢马克 马克 对我说一声 You're awesome 很赞 很赞 零真果行 创新台湾传统米食 点有输入 轻点叫 想优惠 想吃美味萝卜糕 请搜寻零真果行 Woo sucks好啊 我们的新颜色上市了 有橘色绿色超好看的哦 我们是全手工 真花饰品小卖家 使用都是新鲜处理的真花哦 所以想要购买 专属于自己的饰品 就请搜寻IG 回家作业 报上点有 有赞赞的待遇 也谢谢点有们的支持 整个轻点叫上下 都是救世主 杨老板 如果2022 要报复姓办婚礼的话 也可以 可以预约我们档期哦 永文大约一年前 分别写了两封信 先念到第二封 第一封还没念到 可是第一封里面 有抖那一千耶 还是希望大家 省一杯饮料钱 加入马姓会员哦 谢谢 我是台北的咪咪 各位轻点加油好 再次跟大家推广 整理的重要性哦 那有脸书粉丝专业啦 你就搜寻一下那个 新希望空间 整理顾问协会 心事 心脏的心哦 帮忙按赞哦 感谢 台北大安区 Z 彩石袋冰淇淋 爆香点有令有优惠哦 账号请搜寻 彩石袋 彩石踩 红红彩 没有那 哦 算了 我的酒桶好友 金的炸鸡店炸鸡大师要开幕咯 地点就在徐惠中学站旁 叫到了 叫到了 请认名徐惠中学站旁炸鸡大师 诗室 提示 全天后播放马克信箱的那一间 外送平台或是现场订购 只要注明我是点有都会有 优惠哦 安德嘉评 上网搜寻厨鱼大师 让进化厨鱼的大师 帮您轻松解决生厨鱼剩菜等困扰 私讯粉丝团 我是点有令有优惠哦 我来回今天的最后一封信 阿宝 进入喜汉儿基金会已经快三年 即将在三月底离职 因为去年八到九月 中秋节订单太多压力 让我身体爆出状况 最严重就是我左侧脖子的淋巴 肿起来发炎 肉眼就可以看到 我的脖子上有一串串的花枝丸 超级痛 好恐怖哦 好夸张哦 任何会拉到脖子皮肤或肌肉的动作 都会让我痛不欲生 像是打哈欠打喷嚏 会像被闪电劈到一样 我看了很多次医生 也找不出原因 一直吃抗菌跟抗生素 药效太强 让我每天反胃 后来抽了组织去化验 知道结果是良性的 我自己认为是工作压力导致的 就决定做到领完年终 散人 在基金会工作这几年 深切体会到现实社会的残酷跟偏见 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 大部分时光都很欢闹 每天都会有孩子因为 他没有跟他说结果 他刚刚中到我没有道歉 他一直管我 然后就会吵架 觉得很好笑 而且因为孩子们的功能等级不一 有的行为像国高中生 有的像国小生 还有幼稚园等级的 但大家都要一起工作 所以就会有各种胡闹 像是A打翻的东西 B看到就去告状 A就大怒 两个人就会吵起来 C就在旁边冷笑说 一群臭小鬼 但其实三个人都是臭小鬼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介入 然后处理每个人的问题跟情绪 说穿了就是大人版的幼稚园老师 但同时我们还要处理各种 就是现实社会的订单问题 洗饼啊餐盒啊 汇款啊取货啊 当然也有能力很好的憨儿 可是因为他的心智 大概就是在国高中 所以他每天都在想着 怎么样才能交到女朋友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很可爱啊 有一次他问我说 喂 介绍女生给我啊 要怎么样才有女生喜欢啊 我就冷冷的回答 我才不要介绍女生 给没有礼貌的人咧 让他大受打击 后来对我讲话 就很有礼貌的一阵子 社会偏见的部分啊 气死人啊 说也说不完 最火大就是有一个阿姨客人 叫我们的憨儿都用叫狗的方式 因为我们的憨儿帮他把面包放进他的购物袋里面 就会发出 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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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boy good boy 来来来 乖乖 屁啦 good boy好鸡喔 好夸张 真的很夸张耶 good boy I am a good boy 还是他是GD fan啊 哈哈哈哈 然后呢又嫌憨儿动作慢 回头就跟我说 跟他们一起工作很辛苦吼 我打他哦 我就冷冷的回说 帮你结账才辛苦 wow respect wow 他气到不行 我就很爽 还有一个 议员爸爸 每次来都很嚣张 吹嘘自己的小孩很有名 嫌我们东西不好吃又贵 但还是很常来 前两天呢 嫌我们越卖越贵 说你们这样会倒啦 那不行啦 你们不是有很多义工吗 我一开始还不明白 后来才理解说 他应该以为我们全部都是不用薪水的人 人力成本很低 应该要卖得比外面便宜才对 我也没有办法改变什么 只能告诉自己说 不要成为那种自以为什么都知道的人 基金会的运作 根本就不是他以为的那样 大家都是很辛苦的 领着比劳基法最低工资高一点点 努力照顾的自己跟憨儿们 上个月底呢 跟交往两年多的男友去登记结婚了 男友选了2020229这一天 因为他就喜欢跟别人不一样 不是那种什么纪念日 只要四年过一次很省钱之类的哟 每个人听到我们预计要结婚登记的日子 反应都是这样 包括我 然后觉得你被骗了啦 我倒是认为 以后我们每年庆祝的时候 都有廉价可以出去玩 超赞 但因为台湾人太爱谐音梗了 所以尽管229以往是个冷门的结婚日 今年因此变得热门 因为是爱你爱你爱爱酒嘛 果不其然 我事先用打电话去问登记要带什么 还有预约当天 结果只剩了早上九点的场次 其他的时间全部都约满了 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未婚夫 他气到说我们结了 恶酒不酷了 登记要结婚 最后他的结论是 他早上登记完要手持球棒 站在护物镇事务所外面 后面 这一个打一个 这一双都打一双啊 老公很中二 总之呢登记完成了 我现在就是李太太喽 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每天都很高兴 最大的差别是我的老公 因为他的爸爸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他有记忆以来没有叫过爸爸 登记后呢 我们第一次回我家 他看到我妈很自然就叫了阿姨 被我妈大喊说 什么阿姨 叫老婆 谁是你阿姨 他才慌忙的改口说 妈妈我回来了 我在旁边快笑死 然后我爸从厨房走出来 看到他卡住 话说不出来 我爸呢是一个很傲娇 又不善言辞的退休军官 看到他们两个人卡在那边 我就补上一句说 爸爸我们回来了 爸爸才感到说 好 你们家有没有缺这个东西啊 随便找一个话题 老公呢是一个很知道 怎么跟女人相处的人 可是很难跟年长男性相处跟沟通 因为年幼丧父 家里只留下妈妈跟三个姐姐 据说呢有个堂姐 以前呢都住在一起 所以她曾经跟七个姐姐 每天一起玩 一起看美少女战士 七个姐姐 Oh my god 我呢我改口叫老公的妈妈 非常的容易 有点害羞说 妈妈我们来了 然后傻笑一下 妈妈也就很慈爱的笑了 我很幸运的是 老公的妈妈跟姐姐 都是直爽又自然的人 看起来很凶 但人都很nice的啊 加上我有一个 老天赐予我的免死金牌 就是老公的侄女 长得跟我小时候非常像 像到老公的妈妈 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吓了一大跳 以为侄女发生什么事情 蛤 怎么变大了 然后才发现 哦其他女人啊 双方家长见面吃饭的时候 侄女一走进来 我妈跟我姑姑也惊呼说 天哪 好像她包小时候哦 两家人气氛 瞬间就融洽了起来 这次就先写到这啦 祝玛丽一天天更美 马克一天比一天更有钱 跟卡提亚一天比一天更幸福 爱你们的阿宝 这是2020年的3月13号 I am a good boy good boy就要订阅马克星箱哦 good boy就要按赞 good boy就要留言 good boy就是分享给 尤其是在澳洲跟美国的朋友 Thank you 赞